人老了,生活不能自理事,先别匆忙决定去养老院,其实还有一种办法,既比子女伺候更让人舒心,又无需花费太多,轻松实现安稳养老。 大家好,欢迎来到佛禅,老年时光,如何妥善安排养老成了头等难题。 年轻的时候,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,可一旦上了年纪,选择就变得极为有限。 常见的养老方式无非就三种,依靠儿女,雇佣保姆或者入住养老院,倘若选择依靠儿女养老,两代人之间思想观念的鸿沟常常引发矛盾, 使得原本和睦的亲子关系变得紧张兮兮。 许多尝试过的老人,最终都无奈地放弃了这种方式,要是选择顾保姆养老,那可得有一定的经济基础。 毕竟保姆的月薪动辄五六千,甚至超过了很多老人的退休金,这让不少老人望而却步。 而选择去养老院养老,不仅费用高昂,而且那种集体生活的模式,也未必适合所有老人住在养老院里, 必须严格遵循作息时间,定时用餐,按时入睡。 对于那些习惯了随心自在生活的老人来说,很难适应如此刻板的生活节奏。 再加上养老院人员众多,人际关系复杂,老人们之间偶尔发生争吵推荡,也并不稀奇。 这样嘈杂的环境,让那些喜欢安静的老人只能望而却步。 七十岁的马大爷就亲身经历了这三种养老方式,可谓是尝尽了其中的酸甜苦辣。 最终他找到了一种更适合自己的养老途径,并且一直沿用至今。 如果您觉得本视频还不错,请点击订阅并给佛山点赞。 不要忘记分享给您的朋友,感谢您的支持。 马大爷是一位散偶的老人,老伴在七十五岁那年因禀离世, 从此他的幸福晚年生活便戛然而止。 老伴见在世,两人感情深厚,早就预定好要相互陪伴,共度余生。 人吃五股杂粮,生病在所难免。 以前他们总是相互悉心照料,一起去医院看病也从未觉得麻烦。 然而老伴走后,一切都变了。 马大爷独自去医院时,由于身体虚弱,每看一次病都像是一场艰难的战役, 拖着病体排队挂号,缴费,需要。 一场下来,胃得几尽虚脱。 尽管他有一儿一女,但考虑到儿女们工作忙碌,家庭事物繁杂。 他从不忍心让儿女陪同看病,总是自己默默承受,可命运似乎总爱捉弄人, 依次意外地摔倒,让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转变。 那天马大爷出门买菜,不慎摔倒,伤势严重,直接被送进了医院。 手术过后,腿里打伤了钢钉,医生叮嘱,至少要在家静养半年。 儿女们商量后,决定让马大爷在两家轮流住,一家三个月。 这样,他们也能分担照顾的压力。 虽然马大爷觉得这样有些折腾,但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, 只好勉强同意,在儿女家中居住的日子里, 马大爷却始终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。 父母的家庸远是儿女的家, 而儿女的家却未必是父母的家。 这句话在他身上得到了深刻的印证, 尽管吃穿不愁, 但那种无法言说的陌生感和疏离感如影随形, 每次吃饭,他总是独自在房间用餐。 他明白儿女们嫌弃自己老了,嫌自己邋遢。 这些他都默默忍受, 可儿女们与他交谈时, 不耐烦的态度却深深刺痛了他的心, 他常常困惑。 小时候,儿女懵懂无知, 自己耐心教导, 如今自己老了, 为何得到的却是这样的冷遇? 好不容易熬过半年, 身体稍有起色, 马大爷便迫不及待地回到了自己家中。 此时他深切体会到金窝银窝, 不如自家草窝的真谛。 然而,腿伤留下的后遗症让他行走困难, 买菜购物成了大问题。 无奈之下, 他只好雇佣保姆。 每月5000元的保姆费用, 对他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, 超出了他的退休金水平。 幸好儿女每人每月补贴1000元, 才让他勉强能够负担得起。 由于经济条件有限, 马大爷家的伙食只能以简单为主, 这与保姆之前工作的家庭形成了鲜明对比。 因此, 保姆们来了没几天就纷纷提出辞职。 理由是伙食太差, 像喂兔子似的, 实在难以习惯。 到最后, 保姆中介都不愿意再为他介绍保姆了, 觉得即使介绍了也留不住。 保姆请不到, 马大爷只好选择去养老院。 他入住的是一家价格相对较低的养老院, 虽然条件一半, 但退休金足以支付费用。 自从他住进养老院后, 儿女们的经济压力减轻了, 日子也过得宽裕了些, 马大爷体谅儿女的不易, 本打算就在养老院安度晚年。 可是, 他随性自有的性格, 实在无法适应养老院那种军事化管理的集体生活。 仅仅住了一个月, 他就决定离开, 独自回到家中后, 我再次过上了形单影支的独居生活。 所幸的是, 下方网上买菜逐渐流行起来, 女儿帮我在小区门口的小超市订购蔬菜, 而去菜点距离我家非常近。 这使得我去取菜时, 无需走过多路程, 腿部的疼痛因此减轻了许多。 经营这家小超市的夫妻二人, 态度极为和蔼可亲, 每次看到我走路颤颤巍巍的模样。 他们都会热心地主动帮我把菜一直拎进电梯, 然后才转身离开。 就这样, 随着时间的推移, 我和这对小夫妻渐渐熟悉起来, 不知不觉间, 这样平淡而又温馨的日子持续了半年之久。 尽管这段日子还算勉强能够应付过去, 但正如人们常说的人无远虑必有今忧, 随着年龄不断增长, 我的体力愈发难以支撑日常生活, 内心对于养老问题的焦虑也日益加深, 我清楚地意识到, 终有一天自己将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, 不得不依靠他人的照料才能继续生存下去。 以此, 我像往常一样前往小区门口的小超市取菜, 却意外地发现那对小夫妻正在激烈地争吵。 我默默地站在一旁听了一会儿, 原来是因为家庭经济问题引发的争执。 妻子心疼孩子, 从本就不多的生活费中拿出一百多块钱给女儿买了一个榴莲, 而丈夫则认为这是在乱花钱, 觉得家庭经济并不宽裕, 每一笔钱都应该用在刀刃上, 如此随意挥霍可能会导致女儿将来交不起学费, 从而陷入困境。 听到他们的争吵内容, 我突然灵机一动, 脑海中闪过一个想法, 我走上前去, 诚恳地对小夫妻说, 只要他们每天能抽出一点时间帮我洗洗衣服, 打扫一下屋子, 并且为我做两顿饭, 我每个月就会支付给他们两千元工钱。 我向他们解释道, 我每天只吃两顿饭, 而且饮食很清淡, 不需要大鱼大肉, 只需做一些简单的小菜就可以, 如此算来, 他们每天来我家做事所花费的时间并不会太多, 小夫妻听口, 面露难测, 觉得我们之间关系已经很熟了, 收钱不太合适, 但在我的再三坚持下, 他们最终还是不好意思地答应了, 那神情仿佛像是得到了我极大的恩惠一般, 实际上, 与我之前雇保姆和住养老院所需的费用相比, 每月支付给小夫妻两千元工钱实在是少了太多, 从我的角度来看, 我无疑是占了很大的便宜, 自从小夫妻拿了我的钱后, 他们每天都会抽空来到我家中, 认真的为我准备两顿饭, 同时把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, 因为我独自居住, 家中的家务活本就不多, 所以他们做起来相对轻松, 而这份额外的收入对于小夫妻来说, 让他们感到非常满足, 因此, 他们做事格外尽心尽力, 在照顾我的过程中也十分周到贴心, 如今, 他们已经照顾我一年时间了, 我们之间相处得极为和睦融洽, 甚至还培养出了一种如同亲人般的深厚感情, 我自己都未曾料到, 在八十岁的高龄时, 无需花费高昂的费用, 雇保母或者去养老院, 也不用麻烦儿女, 竟然找到了如此令人舒心快乐的养老方式, 每个月仅仅付出两千元, 就能享受到如此无微不至的福物, 这怎能不让我满心欢喜呢, 我还告诉小夫妻, 只要他们能够一直照顾我到终老, 我会额外奖励他们五万块钱, 这对小夫妻对我感激涕零, 毕竟五万块钱对于他们而言, 简直就是一笔数额巨大的财富, 他们由衷地说我是一个心底善良的老人, 在照顾我的时候也越发精心细致, 让我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晚年生活终于有了坚实的依靠, 老年人的养老方式并非千篇一律, 固定不变, 只要是契合自身实际情况的, 那便是最好的选择, 当我们对现有的养老方式感到不满意时, 完全可以转换思维, 尝试从不同的方向去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, 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, 运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事情, 往往都能够收获相同的良好效果, 养老方式不应被传统观念所舒服, 老年人理应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以及自身的实际需求, 积极探索并开发出更多适合自己的养老模式, 无论我们最终选择何种养老方式, 都务必将舒心快乐作为首要原则, 只要我们愿意积极开动脑筋, 即便经济条件并不宽裕, 依然能够实现舒适养老的美好愿望, 达成互利共赢的理想局面, 想起之前在网上看到一段老人在孤独中离去的视频, 一位老人坐在监控下的门槛, 也许是预感自己将要离世, 他手托着腮发呆, 随后眼面哭泣, 之后进到屋内, 躺在炕上就再也没有起来了, 这个视频给我很大的出动, 根据我国统计局最新数据, 截至2023年末, 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超2, 1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5, 4%, 我们其实也已经置身于一个即将老龄化的世界, 然而, 随着时代发展, 传统的养老模式不再适用, 无数现实告诉我们, 大部分孝心抵不过现实, 多少子女, 因为工作根本顾不上父母, 在工作和现实之间有心无力, 即便是和子女住在一起的老人, 也有太多的苦不堪言, 再加上, 作为父母, 我们也不忍心在养老的问题上, 拖累子女太多, 在矛盾与纠结之中, 越来越多人探索出了各式新潮的养老观念, 例如, 前段时间很火的寺庙养老, 在福建资国寺里, 有一家新奇的佛教养老院, 最低200元就可以入住, 老人们住在里面, 既可以一起参加早晚课念经送佛, 也有师父教他们打太极, 八段锦, 平时大家也会为寺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, 扫地, 拔草, 种菜等等, 但寺院养老最独特的地方还是在于, 设立了生命关怀中年团, 鼓励大家给临终的老人引经, 陪他聊天, 子女也围绕在窗前, 这样的临终关怀, 让逝者走得体面, 也不增加别人的负担, 生死两安, 除此之外, 跨代同居的生活方式也很值得借鉴, 杭州一位80岁的汪奶奶, 邀请24岁的年轻姑娘圆圆, 住进自己家里, 远远不需要交房租, 只需要下班后陪汪奶奶说说话, 照应彼此生活, 对远远来说, 刚毕业的她省下了高额的房租, 而汪奶奶也得到了想要的陪伴和看顾, 两个人在跨代同居中各取所需, 一起抱团取暖, 抱团养老, 则是这几年大家最不陌生的, 或是一群三观相近, 生活能自理的老友聚在一起, 过一种互相照应的集体生活, 在英国一个社区, 26个大龄女星因为丧偶, 离婚或未婚等原因, 聚在一起共居, 平常一起看电影, 做瑜伽, 种果书, 每隔一段时间还会一起聚餐, 这几年, 各个地区的老年大学也非常抢手, 老人们每天向普通学生组团去上课, 老有所学, 老有所乐, 广东一位89岁的江敏茨奶奶, 在老年大学学习拼音, 学习电脑, 学习视频制作, 如今已经成为网上小有名气的视频博主, 目前, 我国也在不断推进养老服务体系, 提升养老服务质量,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, 还会探索出了更多新潮的养老观念, 有更多养老福利政策出台, 但说句实话, 不管你想以何种方式养老, 都避不开两个现实的问题, 首先是身体, 人到老年, 弯腰驼背, 半口无牙不说, 年轻时身体积累的坏毛病也开始显露出来, 各种慢性病如影随形, 而有慢性病的人也更容易失智失能, 到这时, 养老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, 其次, 浅是最关键的, 不管是居家请保姆, 还是生病买药, 都是要花钱的, 手头没钱, 就没有选择自己生活的底气, 即使有儿有女, 心里照样没有着落, 每个人都会老去, 谁到老年都有说不清的事, 解不开的题, 那么面对这些问题, 我们该怎么办, 我想了几点自己的思考, 一, 秉持长期主义, 养老规划是一个长期的过程, 需要在年轻时有所规划, 想要有尊严地活着, 就要从现在起, 好好锻炼身体, 提前预防疾病, 身边的人再好, 其实都不如自己的身体好, 想要晚年更幸福点, 就提早做好金钱储蓄, 它或许不能让你延缓生理上的衰退, 却能让你体面一点老去, 二, 尽早掌握各种养老方案的相关信息, 大部分的子女都是孝顺的, 只是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中, 与父母谈养老话题是不孝, 是嫌弃的行为, 作为父母可以尽早, 主动掌握各种养老方案的相关信息, 尝试多子女多沟通, 把彼此的需求和担忧都说出来, 双方朝着一致的目标努力, 尽力而为, 无愧于心, 才是一个家, 罪得远见和智慧, 三, 接纳衰老和死亡, 人人希望活到长寿, 但长寿有时候并不等于幸福, 有的人被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, 有的子女也舍不得放手, 害怕背上不孝的罪名, 当生存质量难以保障时, 借纳衰老, 有尊严的离去, 或许是每个人最大的心愿, 最好的告别里, 说, 老年不是一场战斗, 而是一场屠杀, 每个人都有变老的一天, 谁都不用粉饰太平,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, 提前给自己铺好路, 尽量给自己的晚年多一点保障, 哪怕不能优雅老去, 也要正视自己的现状, 从容过完这一生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 希望能为您的健康生活带来启发, 如果对你有帮助, 不要忘记点赞, 开启小铃铛, 并分享给您的朋友, 感谢您的支持, 期待与您再次相遇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